王菲病危 视频曝光引发热议 全球关切之鱼 舆论却产生了各种质疑 在真相与疑云交织之间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凯特王菲的病情曝光 让整个王室和全球民众 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 视频中 他坦言自己患有癌症 身体的虚弱和照片上 密密麻麻的管线 让人心痛不已 这一消息传播得飞快 凯特王菲的健康 成了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 王室方面却对此保持了相对的沉默 只表示凯特并非并威 这也让人们对她的病情和真实性 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在凯特王菲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 卡米拉王后成为了临时代理 出席了原本由查尔斯王子 担任的一系列活动 并且还完成了历史上 首位独立执行卓族节仪式的 王室配偶的任务 卡米拉王后的这一举动 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尊重 人们纷纷为她的坚强和稳重点赞 就在公众对事件表达担忧和同情的同时 也有一些人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视频中的一些细节不够真实 甚至怀疑凯特是否成为了王室的牺牲品 有人认为视频制作存在技术瑕疵 或者是为了掩盖真相而做出的伪装 这种猜测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随着事件的发酵 外媒晒出了疑似现场的画面 加深了事件的扑朔迷离性 也引发了更多人对事件的关注和思考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质疑 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名人的隐私权和媒体报道的态度 在追逐新闻热点的同时 媒体和公众也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这类事件 尊重名人的隐私权 保持理性和客观 这一事件也给了我们一次警示 那就是在追求事业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体健康 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学会平衡工作和生活 珍惜健康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迎接未来的种种变数 随着凯特王妃病情的曝光和媒体的持续报道 整个王室和全球民众都被牵动了心弦 人们纷纷表达对凯特的关心和祝福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重返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 关于凯特病情真实性的质疑声也在不断增加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揣测 让人不禁思考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 凯特的病情可能是王室精心策划的一场戏剧 旨在转移公众对其他敏感问题的关注 比如王室内部的纷争或者政治风波 他们指出 王室历来擅长利用媒体操控舆论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 凯特的病情可能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一部分计划 目的是让公众对王室产生同情 为他们的举措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另一些人择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凯特的病情可能是被夸大或者捏造的 在当今社会 娱乐圈和媒体竞争激烈 吸引眼球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 有些媒体可能会夸大事实 以吸引更多的点击率和观众 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 因此 凯特的病情是否真实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有些人甚至开始质疑媒体的报道真实性和道德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对王室和媒体的信任度逐渐下降 开始审视他们的言行和举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 媒体的报道可能并不完全客观和真实 需要更加理性地对待所接收到的信息 同时 对王室的信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人们开始思考 他们是否应该对王室的一切言行保持盲目的信任 无论凯特的病情是否真实 无论是王室还是媒体 都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起应有的责任 如果凯特的病情是真实的 那么王室应该为他提供最好的医疗帮助和支持 让他尽快康复 当王室宣布凯特因为健康问题暂时退出公众视野时 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关心迅速转变为疑问和不信任 公布的视频 被网友分析认为是AI技术合成的 引发了公众对王室诚信的广泛质疑 网友们不仅对比了凯特之前的公开视频 发现了多处相似之处 甚至在细节上发现了诸多不一致之处 如一物的突然断裂背景中物体的轻微抖动等 这些细节成为了人们质疑视频真实性的有力证据 同时 凯特被曝光的抢救照片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安 照片中 他躺在ICU抢救室内 身体插满了管子 情况危急 这与王室所发布的他正在接受治疗状况稳定的消息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切让人们开始怀疑 王室是否在隐藏凯特的真实健康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凯特突然宣布的复活节活动取消 以及他一家出现在诺福克郡庄园度假的报道 都被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 媒体配图中明显的辟图痕迹 让人们对王室发布的任何信息都充满了不信任 随着公众对真相的追求不断加深 王室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 对于凯特的真实状况 以及王室对外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持续的质疑声中 王室最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证据和信息 以证明他们的诚信 凯特的真实健康状况 以及那段被质疑的视频的真相 逐渐清晰 同时 对于泄露凯特病例和抢救照片的行为 相关责任人也被追究了责任 公众对于王室的信任 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但最终 通过王室的努力以及事实的澄清 人们逐渐恢复了对王室的信任 这一事件不仅是关于一个王室成员的健康问题 更是关于在数字时代下 如何处理公众信息 保护个人隐私 以及如何维护公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的一次深刻反思 在这场围绕真相与谎言的漩涡中 凯特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个人隐私地保护到公众人物的责任 从技术的利与弊到媒体的真实与假象 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公众对于真相的认知 最终 真相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不仅揭露了事情的真相 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挑战与困境中 信任如何被重新建立 凯特的故事 虽然经历了起伏 但也展示了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坚韧 在这一事件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和媒体的种种不足和弊端 也看到了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和对公平公正的追求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媒体能够更加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公众提供更加真实、客观的信息 而王室也能够更加透明地处理自己的事物 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 王室的种种传言 仿佛是一道永恒的谜团 让人无法摸清嫡系 凯特王妃的视频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王室内部的秘密似乎比外界所知更加复杂 或许在王室的深处 还隐藏着更多未被揭露的故事 等待着时间的揭开 对于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之间的关系 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坚不可摧 是王室的楷模 而也有人猜测他们的婚姻早已失去了火花 只是为了维护王室形象才继续维系 不管真相如何 这对王室夫妇的情感世界 对外界来说永远是一个无法透彻了解的谜